可以說世界杯逐漸要進入到八強賽事 這賽事是越來越精彩了 涼袋也持續在衝勾運彩的買氣 播手彩迷是矛起來下注 江林辰南韓地上的巴西這一戰季中 三八軍團是以四比一晉級 彩迷只花了一百元 有人就獲利十六倍 近一大早前往了彩券行來隊長 也替自己賺進了千元紅包 一百中了一千六 好 謝謝老闆 手拿運彩一大早來到彩券行 彩迷神采飛揚 得不及對獎領千元獎金 先買了那個巴西正確比數四比一 然後買了一百塊中了一千六 昨天剛睡醒然後發現 早上看那個比數真的中了 然後就趕快來領 心情很好啊 等一下午餐可以多吃點 時花一百元獲利十六倍 彩迷難掩奮 如今賽事來到重要關頭 卡位八強 五號凌晨南韓對決巴西 森巴軍團大爆發 四比一親取對手 晉級下一輪 開不讓分賠率 南韓六點五零倍 合局五點二五倍 巴西一點一五倍 資深巴西球迷精準壓對寶 喜歡他們其中一個球員 叫那個內瑪爾 還沒開提前就已經事先買了 我下了一千塊 對 希望可以幫自己賺個紅包這樣 不放過發財機會 也有神人套兩百元壓菜一分串三關成功 獲利一千零一十四倍爆回二十萬 同樣也有南大升小事伸手萬元進帳 我是買串關有兩關的也有四關的 波蘭法國然後還有昨天的日本 但幾家歡樂幾家愁 日本韓國同一天止步十六強 亞洲奇蹟夢碎 也有彩迷出事不利 不過難道買氣爆棚 最近數據 氏足運彩已累積銷售五十億 其中淘汰賽 法國對波蘭大賣二點一億 成為投入金額最高賽事 當前更有人一口氣豪灑五十萬 單壓巴西奪冠 五十萬來拆巴西總冠軍 大概至少彩券行至少會有一百多個 彩券二就是彩迷來這邊看直播啊 順便買廠中投注 涉足賽事勝負難以預料 但彩迷鬥志高昂跟風拼一把 力拼財富自由 提前替自己賺年舟 這週運 吳正宇 台北怎麼到 這週運 吳正宇